一个人到底可以冷漠自私到什么程度 仅仅因为自己的未婚妻想要一辆车 男人就去抢劫 还不顾女人的哀求将他残忍地杀掉 而这一切都被女人包里的录音记录了下来 面对如此灭绝人性的罪犯 检察官杰克直接以一级谋杀罪和一级枪劫罪 将男人告上了法庭 他要将这个男人直接送上断头台 可就在庭审之前 弗兰多的律师提出了排除录音带作为证据的动影 而律师的理由是 首先他们不能证明这卷磁带就是属于被害人的 其次里面的声音也不能确定就是被害人与弗兰多的声音 还有他们也不能确定这份录音具体是什么时候录的 所以这卷磁带不具有证据效力 然而杰克却很难反驳 因为磁带曾被损毁后修复 里面的杂音很多 弗兰多的声闻和录音带里的声音只有20%到40%吻合 于是法官同意了律师的动影 决定从证据中排除这盘录音带 没了最有力的证据 这起案子也陷入了僵局 于是助理给杰克想了个办法 他叫来自己的大学同学 目前也是南区的联邦检察官 他希望杰克可以把这起案子转交给他 因为按照联邦的反车辆抢劫法起诉 他们不需要通过证明弗兰多有杀害苏珊的意图就可以判他死刑 可杰克却不喜欢这种择地起诉的方式 他从来都不是个遇到困难就推出去的人 他只会想办法克服困难 而他希望这位新助理也能明白这个道理 没办法助理只能老老实实地重新找证据 于是助理找到两名警探 希望从他们这里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而没过多久他果真找到了调查的方向 资料里说弗兰多给抢来的车重新喷了气 而他发现每一种汽车的喷漆都有独有的特征 所以通过这个可以找到油漆的生产厂商 如果他们调查到弗兰多家附近有哪个汽车修理厂用这种油漆 那他们也许就可以找到另一个证人了 不得不说这位新助理的思维非常灵活 能从细微的证据上找到突破口 在确认油漆的种类后 两名警探对弗兰多家附近的汽车维修厂进行了排查 而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弗兰多给汽车重新喷气的地方 在两名警探的逼问下店主终于说了实话 他说我只不过是打烊后把这里借给弗兰多用而已 偷车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科蒂斯问你看到他开那辆车了吗 店主说没有 我把店铺的钥匙给了他 他以前是给我干活的 他一周前还来过 带着他女朋友过来给汽车的气选颜色 虽然他们查到了弗兰多是在哪里给汽车重新喷的气 可店主并没有亲眼见到 这并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可助理却认为他们虽然不能用这个证据直接指控弗兰多 但却可以让安娜开口 因为他在弗兰多偷车的前三天就去选好了车气 这说明他知道弗兰多要干什么 这足以给他定个重犯的罪名了 听了助理的话 杰克让两名警探以谋杀罪逮捕了安娜 在吃了一个星期的牢饭后 安娜终于安耐不住了 他带着律师找到杰克想要跟他谈条件 律师告诉杰克弗兰多在杀苏珊之前用一把枪的枪托打了他 如果杰克愿意取消对安娜的一切指控 安娜就愿意说出藏枪的地方 于是杰克答应了安娜的条件 但前提是这把枪可以正视弗兰多杀了人才行 于是根据安娜提供的线索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把枪 并在枪把上提取到了苏珊的头发和血迹 还有弗兰多的指纹 拥有了决定性证据的杰克决定再次提起诉讼 可没想到弗兰多的律师再次顾忌重施 又申请了排除这把枪的动影 杰克真是服了这个老六啊 律师告诉法官 检方之所以知道枪在哪是因为知晓了他和他当事人私下沟通的内容 杰克都无语了 他明明是在安娜那里得知的 可律师却说他跟他当事人提到枪这件事的时候 他同时是弗兰多和安娜两个人的代理律师 所以安娜之后把事情告诉检方就是在侵犯隐私权 令杰克无奈的是法官竟然这次又选择了排除枪支的证据 如果按照这种做法 他们找到一百个证据都没什么用 气愤的杰克找到安娜的律师询问他为什么没有提醒安娜有关隐私权的问题 可安娜的律师却说安娜没跟他说过这件事是弗兰多和他的律师说的 就在案子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 助理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弗兰多的律师和安娜的律师竟然认识 两人不仅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甚至还有经济关系 所以这件事很可能是两个律师联手设的套 他们让安娜和检方谈协议 因为他们知道这把枪肯定会被排除掉 可杰克哪是这种吃闷亏的人 于是第二天他就把安娜再次传唤到了检察院 他告诉安娜 这把枪不能指证弗兰多但却可以指证你 律师说我们已经谈好协议了 杰克说你是跟纽约州谈的 但你现在恐怕要重新跟联邦政府谈了 原来助理把上次的联邦检察官又找来了 杰克告诉安娜 我已经决定把你和弗兰多的案子 交给联邦法院来审理了 而去了那边之前被排除的录音带和枪 全部都可以作为证据呈堂 你和弗兰多都会按照反车辆抢劫法被处以死刑 律师说即使安娜知道枪在哪里 也不能证明它就是从犯 杰克说能处决一个人我也可以接受的 安娜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杰克说你愿意作证指控弗兰多 我就把这封一交信死了 经过简单的商议后 安娜终于决定说出实情 她说我不想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我不想弗兰多永远离开我 你得答应我她不会这样我才能帮你作证 不得不说安娜真是自私到家了 就想自己的家庭和和美美 不想着他们把别人的家庭弄得支离破碎 不出所料 杰克拒绝了她的要求 安妮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逼弗兰多给我弄辆车 这样我就能晚上带我妈妈去布鲁克林上班了 她只是想照顾我 助理问她告诉过你偷车的计划吗 安娜说偷车的事上了新闻她才告诉我 她也很难受 这也是为什么她不用枪射杀那个人 还有她在杀了那个人以后还把她的尸体盖住 她本性并不邪恶 她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我想要车的愿望 真是不是一样人不进一家门 这两人还真是都自私到了极点 因为安娜的指证 弗兰多最终被以二级谋杀最定罪 虽然没能以死刑判处 但她却被判了无期徒刑 而为了强化判决的严肃性 那盘被排除的录音袋里的内容也被放了出来 录音里的内容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对人性的恶有了新的认识 不知道说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没有父亲 还有弗兰多的本性并不坏的安娜 在此刻是否有感到一丝丝的羞愧 而面对即将一辈子被关押在监狱的弗兰多 她又会不会留下肚子里的孩子 也许这就是法律存在的最大意义 她并不是想通过惩罚让坏人变好 她的作用只是让坏人消失就足够了